我們來看今天要分享的主題 是跟轉變有關 在我們的生命旅途中 常會出現大小不同的轉彎處 有的轉彎是大彎 有的轉的是小彎 患職業 患配偶 移民 投資 信主 奉獻傳道等 都會影響我們醫生的走向 也會影響我們這個人的性格 世界觀 還有人生觀的形成 有的時候生命轉折點 也可能是出於生命中的危機 比如說 離婚 失去工作 親人過世 生大病 孩子出現問題等 發生的事件大多都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曾經有的生活經驗沒有辦法去應付 它顛覆了我們生命深層的安全感 還有方向感 台灣曾經有個電視節目叫做 《腦筋急轉彎》 它的形式是集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題目 然後抄騙參賽者 他的腦子怎麼去回轉 我覺得在生命當中的每一個轉彎處 也都牽涉到我們心思意念的急轉彎 有些人轉得很快 有些人總是轉不過來 那你轉不轉得過來 就定義了 你是不是能夠走得下去 還是你 人雖然被催促往前走 可是你的心還留在過去 今天這段經文 提到了一個身份的轉移 親愛的弟兄姐妹啊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 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這樣的身份轉移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就是從沒有信仰到有信仰 然後受洗以後 我們的身份就會從屬世的兒女 轉成為屬神的兒女 但是轉成到屬神的兒女 這個身份牽涉到什麼呢 轉移之間會有什麼掙扎嗎 這段經文你們提到將來如何 還未顯明 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提到未來 不定 人就會有一些焦慮 到底能不能找到對象 到底工作能不能換得成 到底在美國能不能夠生根 那在神兒女的身份轉移上面 也牽涉到未知 那我們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心理準備 比如說我們生活在這個未知的裡面 轉變有沒有什麼是已知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做一些心理準備的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 轉變它從來不是發生在瞬間 所有的轉變都牽涉到三個階段 結束 然後過渡期和新起點 這是寫這本書轉變之書 William Bridges他所提到的 他說轉變為什麼那麼困難 因為很多人不理解 這中間牽涉到三個階段 而且每個階段都有它的重要性 還有它的意義 那你轉不轉得過來 也不在一個動念 而是牽涉到你是不是成長到 成長到一個光景 有能力可以轉過去 所以讓我們看一下這三個階段 首先每個人的轉變都開始於結束 結束什麼呢 結束你過去習慣的生活方式 還有身份 還有人事環境 不管是死亡 離婚 換工作 搬家 或者生病 你一發生改變 就幫你從舊有的習慣 生活方式當中給拉出來 過去的生活必須要進入到結束 比如說 如果你發現你得了癌症 或發現你得了什麼病 那過去你完全健康的生活方式 你就開始結束了 你自從一個健康的人的身份 轉變成為一個抗癌病人的身份 舊有的生活系統 完全被打破了 原來扮演的角色 你也很可能要被迫 有所轉變 就像今年初 家父回天家 我們要結束照顧我父親的生活 要整理我父親的房間 在幾天之內很快 所有的病床 醫療器材全部都被搬走了 還有一些家具重新擺放 然後父親的遺物也需要清除 然後我們還要辦理一些 跟後續有關的一些文件 跟手續 忙來忙去 轉眼就到了母親節 然後我忽然發現 在這個世上 我所扮演的角色裡面 有一個已經被取消了 就是女兒的角色 家母是十二年前過世 現在家父也過世 在這個世上 我已經不再是誰的女兒了 一個角色的取消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除了名義上你不再是 你心理上也必須有個了解 你才算真正的結束 這就像配偶博士 身為妻子或丈夫的角色 也跟著結束了 日後女生活的規劃 是要針對單身 怎麼過火 它勢必會牽涉到很多的不捨 很多的難過 所有的結束都會面臨不捨 你不太願意放手 這中間是會有掙扎的 其實 就是在走過某種形式的哀悼 你知道嗎 結束當中的那種不適應 很多是哀悼 哀悼你對過去的生活不在 同時你還要掙扎的 進入陌生未知的地帶 第二個階段 過度 匆忙的迷茫和痛苦 你好像離開了這頭的岸邊 往前走 你截懶了 你要往另外一邊過去 可是對岸怎麼會 比你想像中來得遙遠 然後你再回頭看 那一頭你已經放手了 也看不見了 就感覺你好像在兩頭之間 生命被中途擱淺 被擱淺的感覺很難安 讓人會等不及 想要趕快往前衝 你要遣補你心中的空洞 還有不確定 所以剛失掉工作的 一陣恐慌 你會急著想要跳入到 另外一份工作 感情上剛分手 你就會想要趕快去抓住 另外一個對象來替補 本來過度期 你需要等候 需要耐心 需要整理你學到的功課 可是人面對現況 往往是沒辦法沉著住氣 就會集中亂抓下 那布里奇他說 一開始的結束 到新生的過程當中 最讓人難以忍受的 就是這個中間的過度期 你會感到迷茫 會感到痛苦 從某個程度來講 你好像在盡力死亡 離開舊岸 你是抽離了你舊友的身份 抽離了你原來的人際關係 還有自我認同 然後新的身份 還有新的人際關係 你還沒有完全見你 所以你會感覺很迷茫 過去那種篤定的感覺失去了 對未來你只覺得沒把握 看不到岸邊 聖經中也有這樣的例子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經歷 一開始 因為受埃及人的逼迫 然後他們去到了曠野 那個日子結束了 然後摩西奧在他們去的地方 是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所以大家都充滿了興奮 也有盼望 可是沙漠裡面的生活 是很艱苦的 前面的應許之地又很遙遠 過去熟悉的事物 已經消失了 然後新的律法 這些規則 一個一個在出現 大家都不適應 所以生活當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對過去就開始回首 而且不斷地回首 忽然覺得 過去那個埃及生活 好像也沒那麼不好啊 至少不像現在 沒有黃瓜 沒有西瓜 沒有蔥蒜跟韭菜 他完全忘了過去是 怎麼跟神哭訴 那種被壓迫的生活他們受不了了 現在 他們希望能夠回去 可是已經沒有後路了 我相信很多人 離鄉背景 也像是來到了 離色列人的狂野 語言文化 你需要重新適應 轉換 原本的生活完全歸零 你要到這裡 重新開始 就是學習美國的生活 從任路 考駕照 租房 賣房 然後還要搞清楚 什麼叫學區 還要幫孩子了解 在美國要怎麼學習 怎麼樣的選擇 怎麼去考試 然後自己還要學習各種辦卡 證件 比如說社安卡 身份證 醫療卡 信用卡 然後還要學習美國文化 比如說 憑消費的制度 比如說 開車不能夠隨便按喇叭 比如說出路電梯 你要等人家先出來的先走 然後要上去的才能進去 等等等 問題是大家來到這裡 異鄉大部分就是中年人了 卻要像嬰兒一樣 從頭學步 難免思想之情 油然而生 這個思想之情 就是對過去結束的不捨跟哀悼 哀到你過去熟悉的生活不在 哀到你失去了你熟悉的角色和身份 然後人都是透過環境來定義你自己的 我們對自己的判斷跟看法 大部分都決定你在我們 在世界裡面扮演的角色 還有我們所處的人際關係 所以很多人雖然移民了 可是心還留在國內 他念念不忘的是過去的身份 還有生活方式 原來在國內可能是一條龍 出來以後怎樣 成為一條蟲 過去在國內可能是somebody 是個人物 出來以後 誰也不知道你是誰 這是為什麼我爸爸 他的追思要回去辦 這裡已經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了 在台灣還有很多他的下屬 很多他的人脈 過去的人際關係沒有辦法寄託 來到這個新大陸 你還沒有結交足夠的人際網 如果你拒絕結束過去 你對異鄉的生活就很難融入 你沒有辦法去學習新的文化 因為你一直在比較 你生活可能會越過越狹窄 等到你過去的內在資源開始慢慢用盡了 你的生命就開始進入到一種枯干 一種停滯 所以好好的結束很重要 結束以後的過渡去 也要好好的學功課 而且你要有一個認知 讓你很痛苦的現狀 它不是永遠的狀況 過渡永遠是過渡 只要你努力向前 你總有一天會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開始 你會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還有自我認同跟人際關係 家父過世以後 我失去了女兒這一個身份 我需要重新的調整 我自己其他的角色 不管是時間 空間還有心力 過去佔我很大一塊部分的 都被空出來了 我現在要在我其他的角色上 重新分配 包括我做妹妹的身份 因為我開始 關心我在這個世上 剩下的最後的一個親人 就是我哥哥 他的身體 那也包括什麼 包括我創魂主任的這個身份 還有包括墨菲我自己這個身份 因為現在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照顧我的身體 照顧我的精神需要 還有朋友關係 所以現在我跟杜老師 我們每天都運動啊 可是我們要有個認知 每個生命階段 都有他的功課要學習 如果你沒有學好 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要把重修的學分 帶到你下一個生命階段 你原來沒有解決的問題 也會重複的出現 在你下一個生命階段當中 糾纏著你 所以你最好 在每一個階段 把學分給修足 該學的生命功課 不要偷工解標 那布里奇他對轉變 有一個很重要的洞察 就是強調生命當中的改變 並不等同轉變 為什麼 改變 它的英文是change 轉變的英文是transition 很多人把這兩個混為一談 而且常常把重點放在改變 忽略掉更重要的是轉變 忽略掉轉變的話 你就錯失了很多美好的人生 那什麼是改變呢 是外在的生活變化 你畢業了 搬家了 小孩出生 轉變 是你為了適應外在的改變 所進行的內在心理調整 假如我們只經歷外在的改變 卻沒有讓自己的內在轉變 那我們的外在也許不一樣了 其實你的內心還是老樣子 你會不斷的重複你過去的習慣和行為 所以我們會看到有些人 他身邊不斷的重複 換辦理 換工作 換城市 可是他人還是活得很沒有形狀 那一般人過20歲 我們都把他稱為參念人 可是年紀並不代表成熟 如果你內心沒有經歷轉變 一個人在外表看起來像個大人 可是心裡面仍然像個孩子 所以現在才會有巨嬰這個名字 你看看我們身邊 包括我們自己 很多人都是這樣 二十幾歲糊里糊塗的畢業 找工作 三十幾歲 你默默的結婚了 生小孩 然後邁入中年 有人也許混得不錯 有人卻是欺利子善 一事無成 不管你混得怎樣 接下來你都會邁向老年 有人老得很有智慧 有人卻依舊老得糊裡糊塗 為什麼 這個原因可以推到當年 我們從父母的身邊 離開的那一刻 那一刻你的內心 有沒有跟著轉變 有沒有變得後來 會比較有智慧 相反的 如果你只是當下外在變了 裡面從來沒有反省 沒有整理 你可能一輩子都陷在你當年的模式當中 重複著你同樣的錯誤 比如說大學畢業 那只是外在的改變 真正的 真正的成年人 你必須要從心裡面決定 我要怎麼去迎接新的人生 包括經濟獨立 發展你生活的能力 還有開始建立你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 你才能夠接受各種生活 跟工作上面的考驗跟挑戰 然後才能夠幫你真正轉變 成為真正的成年人 結婚 他也只是外在的身份 變成單身變離婚 這種改變而已 除非你打心裡願意接受 長久的跟另外一個人 共度餘生 然後你學習接受婚姻生活裡面的 瑣碎 還有他生活的粗造面 你願意接納這些 願意適應調整 你才會真正的轉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些已婚人士 手上已經戴著戒指 可是他的言行曲子 還是會跟異性打起拉翹 有沒有看過 那就是他心理上他還沒有被婚約 做了真正的尾聲的轉變 這是為什麼 我其實對單身 我不知道你贊助你單身 強要婚前輔導我覺得蠻重要 婚前輔導很多時候就是預備你的心 要走入一個承諾 要走入一個尾聲 然後面對粗糙的現實 要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生小孩也是 很多新手父母表面上 是為了照顧寶寶 體貝不堪 可是實際上 感到很大的挫折的是 再也回不去 單身那種自在生活的失落感 其實那時候我們剛有小孩的時候 我跟杜老師決定要出門 站起來我們就要走 後來才想到家裡還有一個孩子 還不習慣 帶一個小零件進出門 那還有人他花錢 他生活安排 常常會忘了做父母的責任 不管不顧 所以除非你從心理上真正的轉型 接受做父母的責任 而且你的生活一定要有些調整 否則你會一直覺得你活得很挫折 很不甘 那至於工作 換職業換老闆 可能連改變也太不上 因為這只是生涯上面的變動而已 你不會自動讓你 換工作不會自動讓你變得能力更強 變得更有自信 變得過得更開心 除非你打從心裡面要準備好 我換這個工作 我要更上一層樓 在工作的能力 在知識上面 我要有所突破 在待人處事上面 我要有所成長 你新的工作 才會為你帶來有意義的轉變 那很多人是用外在的改變 來逃避內在的轉變 總是愛上錯誤的人 卻沒想到自己可能 你正在用錯誤的方式 在愛正確的人 總是覺得自己欲人不散 老是碰到惡老闆 卻沒有想到 可能是你自己的工作能力 需要被提升 你的待人處事 可能有一些毛病 所以如果你不更新 你外在的環境變動 它不會給你帶來更好的生命 我們所處的世界 總是看重外在 它的變化超過內在的轉變 很多人 他只理解外在變化當中的結束 而忽略到內在 你會走過山高水低 這些轉變 只有轉變 你才是生命走上 新方向的開始 所以轉變是以結束開始 你想要變成不同的人 你就必須要先放棄 你原來的樣子 你想要以新的方式 處理問題 你就必須先放下 你舊友的方式 你想要用嶄新的視角 去看待問題 你就必須先放棄 你原來的觀點 任何轉變 都需要以結束開始 那在這中間 最大的功課 就是要學習放手 可是放手 其實是很違逆 我們人性的思維方式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改變 因為我們想要得到什麼 而不是想要放下什麼 對嗎 可是如果你不先放手 你永遠沒辦法結束 你現有的一切 你沒辦法有個新的開始 人如果內在不真正的成長 你只改變外在 老實說 你會像在那個跑步機 你那重複的跑 跑了很久 你是在原地踏步 只有你放掉你手上緊抓不放的東西 你才可能建立你新的自我 新的方式處理問題 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所以在你尚未在你的穩的過渡期 你就會經歷前面描述的空虛混沌 有點像創世紀 可是那個不會永久的持續 不知道多久以後 我們總會漸漸進入到一個 新的生命發展 英文是說 Before you know 不知不覺 你就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我們要確認的是 我們做好我們內心的調整跟轉變 否則我們會重複用那個不成熟的自我 走向不同的人生階段 一輩子都活在不適命 活在痛苦的掙扎當中 那麼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要如何轉變呢 也要走過結束 也會走過過度 然後我們會開始新的人生 在信仰當中 絕對絕對不能夠只求改變 而不做轉變 如果你沒有轉變 老實說你的生命 並沒有所謂真正的提升 對嗎 你只是換湯不換藥 然後就成為掛名的基督徒 這在教會 各個教會裡面都有 那這個信仰對你來說 我常常講說他不是你的激良骨 他沒辦法給你支撐你生命的力量 所以有一些受洗的基督徒 一碰到災難跟痛苦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這個神不靈 沒有為他化現唯一 沒有為他挪出所有的苦難 或者在生活當中沒有給他各種祝福 沒有讓他覺得有加添 反而覺得有減少 卻不知道 有了信仰以後 我們需要整個生命有個大翻轉 你的生命不是越加越多 而是越減越少 我們是在用減法的方式過加法的生活 這是在網上看到的一句話 講得真好 信仰以後 我們是在用減法的方式去過加法的生活 要減少什麼呢 首先減少你自己的欲望 然後減少你一切靠你自己謀算 的這種內心糾纏 減少你自己想要掌控人生 又掙扎的失控的這種焦慮 反而轉向簡單的活活 就是為神而活 其實信主到後來生活會越來越簡單 越來越簡單 因為選擇只要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聖經的話語 這個選擇其實是不難的 你選擇順服的時候 你就會減少很多的掙扎 所以單純的順服神的帶領 讓自己的生命越過越有意義 也越來越豐盛 所以信主以後 我們也要走過轉變的三個階段 結束 過渡和開始 首先結束 結束 就是結束我們過去的一些生活方式 拆解我們老我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 在信仰當中 當你擁有了什麼兒女的身份以後 就像游泳 一方面 我們一開始都不敢放 我們會一個手一直要抓住岸邊 對吧 先放一隻手 可是你知道你放的那隻手 並不能代表你能夠游出去 你知道嗎 只要你這邊的手不放 你就沒有辦法游出去 所以真正的游出去是怎樣 兩個手都得放 你才會學會游泳 你知道在信仰當中也是這樣 信仰當中我們要想游泳 我們真的把自己交脫給水的福利 完全的放開像那個小baby好快樂 完全的放開雙手 把自己交脫給神 在信仰之前 我們一切都是靠自己 可是我們都知道我們自己如此有限 血肉的身體 碰到困難 我們很容易感覺到絕望 然後我們對人性 很容易感覺到失望 然後我們的未來 有很多的確確 可是信主以後 我們可以慢慢的拆解 這個虛妄的心 以福手術裡講的虛妄的心 剛硬的心 昏昧的心 然後讓新的仁義跟聖結 這樣的心慢慢的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要結束過去 我們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 然後我們要開始過 合神心意的新生活 不容易對嗎 這是為什麼 生命當中所有的結束 都是用膝蓋開始 什麼意思 用膝蓋開始 要跪下禱告 生命當中所有的結束 我們都需要跪下禱告 求神幫助我們 可以脫離舊的身份 進入新的身份 第二個過度是神兒女身份的轉移 剛信主 聖經上的話語 哪張哪個答案書都搞不清楚 禱告開口覺得語言很缺乏 然後怎麼樣把信仰應用到生活當中 也感覺很陌生 舊有的生命 還沒有完全的調整 所以碰到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傾向什麼 傾向用我們原來有的經驗 原來有的習慣方式去處理 我們會靠自己的血氣去磨算 我們去求助我們認識的 一些熟悉的人事關係 我們還不曉得怎麼樣去問神 怎麼樣去靠神 怎麼樣地活出神的心靈 在這個過渡期 充滿了不確定性和焦慮 我們是不是快要有受洗的典禮了 我現在是在打防疫針對嗎 那一段時間裡對過去老我的生活 你老是想要把它抓回 因為你熟悉 因為它也讓你生存下來 那是一些習慣跟經驗 然後對未來 你基本不知道怎麼做 也不知道怎麼樣去靠神 所以迷茫 這個新的開始 如果你願意下定你的決心 從根底去做一些生命的轉變 那這一段時候 有可能會成為你整個屬靈生命裡面 最巔峰的時候 那要做哪些轉變呢 凡事 我們都要更加真誠地禱告 更加努力地去尋求神的旨意 然後願意更加誠實 還有坦誠地去面對自己的罪 然後靠這些陪伴你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走下去 就可以讓這一段過渡期 成為你的成長期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稍安勿造 要等候神的帶領 也等候你自己的生命成長 第三個階段 我們開始穿上信任 剛信主的時候 從外戰已經決定接受這個信仰 也要受寫 這是對外的一個很重要的宣告 你要結束你過去的生活 你要進入一個新的 屬於人的生命歷程 可是你內心也要跟著開始轉變 這是一個信心的考驗 相信通過你自己信仰的實踐 可以擁抱 也可以應對生活當中 所有的不確定性 所有的變化 然後你會相信 神一直陪伴在你的身邊 帶你 你的生命需要脫胎換骨的轉變 脫去救人 穿上新人 以夫所述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節 我們一起來念好嗎 一起來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 領了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救人 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漸漸變壞了 又要將你們的心智改喚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 這新人是造著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而聖結 這個經文裡面講的他是基督 基督我們領受了他的道 聽了他的教 學了他的真理 那他這裡講的說脫去跟穿上 就是內在的轉變 你一定要做這個轉變 脫去私欲 要將你的心智改喚一新 然後穿上新人 穿上新人以後 你會讓神的形象更多的 在你的生命當中彰顯 人家看到你 聽到你說話 會感覺這不是你 感覺是你後面有什麼 然後面有什麼 主神 好 那後面的經文 他就把我們這個基督徒的新生活守則 全部列出來了 我們也一起來念好嗎 來 一起來 所以你們要細絕謊言 個人與靈色說實話 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生氣卻不要散罪 不可寒悟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從錢偷錢 不要再偷 總要努力 親手中正經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誤會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時所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不要叫神的聖名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 就等候得署的日子來到 一切苦度腦恨憤怒 嚷鬧 毀謗 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並要以恩子相待 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 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的名義 我覺得這是一個藍圖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 把信仰實踐在你的生命當中 這裡講得很清楚啊 生氣 你不要犯罪 你可以生氣 不要犯罪 不可怎樣 寒露到日落 記得我跟永浩在交朋友的時候 我們約會的時候 兩個人吵架 不見面了對吧 傍晚的時候他打電話來說 太陽快要下山囉 要實踐 也要實踐 這裡講到說 不要貪婪偷戒 貪婪偷戒我們覺得是貪污 是貪人家的錢部 有的時候他們還包括 貪念婚姻之外的異性 偷情 然後他也教我們 你要學會生命當中怎麼奉獻 是有餘的怎麼樣 要跟他人分享 然後還教我們怎麼說話 不要說誤會的言語 只說什麼 造就人的好話 還教我們在關係當中 怎麼去處理矛盾 如果心中你對誰懷怨 你就不要叫聖靈擔憂 你要除掉一切 讓心裡面 有苦毒的這些 腦慨憤怒惡毒等 他還教我們 怎樣學習跟人相處 以恩慈相待 存年齡的心 且彼此饒恕 所以對我們的新生活講的 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你能夠一個一個 在你的生活裡面 去實踐你的信仰 你覺得你的生活 會不會有個大轉彎 會不會 你一定會的 我們叫做down to the world 把它活出到每一個字 你就開始一點一點 一點一點的 怎麼樣 就開始轉彎了 除了生活上的調整 我還要有一些溫馨的提醒 包括什麼 我們自己要對罪要敏感 你做了一些事 過去不覺得怎樣的時候 現在會開始不安 對罪要敏感 對自我形象要開始重新定位 重新是父母定義你是誰 社會定義你是誰 學位定義你是誰 學位定義你是誰 把你的歸屬感放在神的家中 努力活出屬於神的榮耀 對未來靠神 有往下主的盼望跟勇氣 對現在 每天開始有平安跟喜樂 就像我們剛剛唱的那首詩歌 你等過我 我也承認 我的罪過 我願放下我的所有 願我生命氣息 都要尊容你 哇 每一口氣息都honor 都要尊容我們的神 我們相信耶穌是我們的主 我的君王 你知道只有當我們的生命 深沉的轉變以後 你才可能 進水深流 你的生命 進水深流是怎麼樣的概念 就是你不會隨風起浪 你知道吧 你不會隨風起浪 你不會被生活的風暴所動搖 那我也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怎麼轉變 我信主的時候是在外面研究所 剛畢業的時候 我受洗 受洗再幾個月我就畢業了 所以我馬上要面對現實的前途問題 在美國就是找工作 還有什麼 具有身分 何去何從 我想是所有海外遊子都會面對 而且都是面對的時候 會感覺自己非常脆弱的這種局面 那時候我剛醒主 我發現我自己很容易心慌的那種感覺 沒了 因為我要操練交坡 祷告 所以我一方面很積極的往外面 在很多地方丟我的履歷找工作 另外一方面我會覺得如果找不到 我相信神會並有安排 那是一種對未知的生命 有一種篤定的 踏實的感覺 就是相信我今天要的那份工作 如果不要我 那神會我在後面預備的一定是更好的一份工作 沒有多久我就收到了男家這個Hughes 我跟Peter以前是 我們是同事 修飾飛機公司的回音 找我去面試 然後呢 我就用禱告去操練 這一路上面試都是偷詩問路 沒多久我就順利拿到了我的聘業 可是沒有想到 我現在快畢業了 我才想到我的身份的問題 我自己的身份跟你們有點不太一樣 我是隨著我父母的外交身份出來的 父母幾年以後公子結束 回去的時候告訴我說 你那個簽證需要更新 我那時候太小了 年輕不懂事 我以為簽證就是護照 所以我把我的護照拿到台灣的大使館 我就把它給renew了 我根本不知道簽證早就過期了 所以在我在找公正人家說 需要看我的身份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 批批地去一路追追追到 美國的國務院 一翻出來我的簽證過期 過期代表什麼 我成了非法移民 你知道那時候我所有的行李 全部都打包我 我準備上任了 公寓裡面家徒私利 其實那一刻 我是坐在我的那堆紙箱上面 開始想說好 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明明很奇怪 明明那時候的身份像個難民 可是我裡面平靜的不得了 然後我說好 那時候什麼事 我都會去問那個團系的輔導 所以我就去問我的輔導 我還怎麼辦 查經班的輔導 他說 他教導我這就是實踐 信仰的實踐 你既然已經是基督徒 非法就不是一個好的見證 所以最好的是尋法律途徑 看怎麼樣把你從非法轉回合法 我想也對喔 所以我就開始打電話聯繫 那個修飾公司 我據實已告 超過去是不敢講的對吧 我據實已告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途徑 那公司給我的文言是說 你等等 我們要去問律師 可是我掛了電話 給他想 人服律師 我也不是那種優秀到公司非要我不可 對嗎 他們為什麼要付代價 來把我爭取留下呢 可是我就在那裡禱告啊 我繼續禱告啊 等待期間前途未卜 可是我發現我出信的時候 那一把熱火拖住了我 一直有一種平安在我心裡面憂著 在這之間 我有一個朋友 會請自殺住院 所以那段時間 我就跑去醫院去照顧他 然後我就很熱情 熱別的跟他傳遞福音 你知道嗎 我希望把他從那個情感的痛苦當中 把他給拉拔出來 所以每天我找出晚歸 我後來都忘了 我還有這麼一個 懸而畏決的身份的事情 我忘了有人沒忘記我 因為我有一天回家 我就收到了我弟姐出境的通知禮 有沒有知道這對非法移民是很要命的事 可是就是很奇怪 那時候我冷靜異常 我想 我的朋友剛從鬼門關回來 這是生死大事啊 那次事實上 再也沒什麼事情可以嚇得到我 那時候我的團體輔導 就安排了一個基督徒弟兄 在我跟移民官約好的時間 到家裡來陪我 來跟這個移民官談 那天那個人上來了 六尺高金髮白人 一身的西裝 可是很奇怪 非常的和善 他主動第一進門 他一腳踏進來的第一句話說 你不要害怕 你有很多路可走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他先不講我的結局 先講你有很多的路可走 他說你可以去找你的公司 幫你去找一些文件 把你申請回來 然後呢我就把他跟我的修士公司的律師電話連起來 我發現他們兩個講得還蠻愉快的 掛了電話以後 他就開始跟我講 他說一般人對我們移民官有個錯誤的影響 覺得我們都是橫雷素顏 都會拎著 非法移民的這個領子 把你給粗暴的扔出境外 他實際上我們也可以很有禮貌的 而且我們做的事會有程序 所以你不要怕 這是他第二次講 不要怕 這句話聽起來怎麼那麼熟悉 後來我就想起 哇這聖天上我好像讀過 對嗎 在哪裡出現 天使出現在瑪利亞的面前 那告訴他大好欣喜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的就是什麼 Do not fear 不要怕 那今天這個地劫我出境的移民官 怎麼表現的會像個天使呢 你聽過嗎 我覺得那中間有神的作為 是來自神的恩典 後來我們經過了解了以後 就發現我必須要出境 而且這個出境當然 永遠都有可能 回不來 那天下之大我何去何從 然後我經過了一番思索 我可以去很多地方你知道 可是我選擇回台灣 他們是很多的同學去勸我 要三思喔 你要知道你一旦出去你回不來喔 尤其是台灣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講 回不來 那時候很奇怪 回不來對我來講不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我那時候是真的認為的 不是我想待在哪裡 是神要我待在哪裡 如果神要我離開美國 那我只要帶一本聖經 我覺得大江南北 我哪裡不可待 我只要有神的同在 我何去再 就這樣我就出去回台灣 後來經過一番轉折 我又回美了 開始了我信仰的新生活 那時候我的心非常的篤定 我先回頭看那一半時間 真的是我署名的巔峰嗎 對吧 全部把它給實踐出來 也看到神的帶領 這是生命的翻轉 然後我的那個心靈 那個篤定 我自己覺得 是一種心靈的自由 心靈的自由 所以在所有的轉變當中 我們需要辨認神的同在 聖經當中有一個 關於轉變的故事 就是主耶穌被十字架釘死 門徒在前往 尼瑪五斯路上的故事 那也是一個 跟主耶穌在一起生活的結束 對嗎 他們沿著這個路行走 他們其實還在那個 主耶穌是暴力 死於這個 十字架被暴力 死刑的 他們見證以後的創傷 還在一個創傷裡面 所以感覺非常的幻滅 感覺非常的沮喪 因為他們堅信 耶穌是他們真正的尼賽亞 他們為什麼會加入耶穌的行列 就是希望於他 現在耶穌不在了 這個發生的太讓人措手不及 他們兩個在談的時候 在一路走的時候 忽然有一個同情者加入了他們 他們就開始跟那個同情說 你不知道嗎 發生了這些嗎 傾訴了他們所有的困擾 跟他們的痛苦 根本沒有意識到 這個加入他們一起走的陌生人是誰 就是耶穌 然後在他們分享了他們的苦惱以後 他們就渴望把這個陌生人留下 跟他們一起同住 然後他們同坐喜 結果一起撥柄的時候 忽然他們就認出來 這個陌生人是主耶穌 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什麼 讓我們看到門徒先是結束了過去 跟主耶穌在一起的生活 走進了一段哀悼期 還有一段免一忙的過渡期 在這段時候 有主耶穌與他們同行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 可是主耶穌一路陪伴 一直到陪他們進入了新的生活 一直陪伴他們到後來為主傳福音 做見證 所以每個生命當中的結束 都是從真的開始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正在經歷 什麼樣的生命變化 是來到新的異鄉 還是剛失去工作 還是失去了健康 失去你所愛的人 還是你進入了新手父母的生活 還是你和你的成年子女的關係 正在轉型 你可以確定的是什麼 有信仰的人 你不需要懼怕變化 因為我們知道 即使在變動當中神不改變 他的愛永遠與我們同在 靠著他的智慧 我們也會知道我們要怎麼去轉 我們什麼時候要轉 然後我們要轉向哪裡 我們只要好好的去學習 結束這個功課 然後我們好好的去學習 怎麼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個 豐盛的生命 Bundes國 你可以和我們一起走 馬上轉